現在的油價已經跌到五十多元一桶 而俄羅斯的盧布也站穩在大約每一盧布1.725元 所以現在經濟似乎穩定了下來 所以我可以分析一下到底發生整個經濟的事 最初我相信這是一個陰謀論 主要的對象就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是主要出口國之一 如果油價低,而產油價格又比沙特阿拉伯要高 所以對俄羅斯會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但現在看著看著,我就覺得不是 這個當然,初初可能有心想都好 那些經濟一開始之後 整個故事就不同了 因為有一些油井 要開掘油井的成本很高 一旦開掘了之後,如果你停產 那你那個就要給利息 所以他們很多油井開掘了之後 寧願蝕 都要繼續維持現金交易 這件事也包括在美國現在做的 所謂的岩油 即是地底利用Horizondo Jeweling 所謂Horizondo Jeweling 其實就是逼一些化學物質下去 讓其他周圍的石油 可以溶回上來,然後抽出來 用這個方法 他們也是受到壓力 所以這次呢 贏家就變成中國了 而美國的硬油公司 剛好想著石油價格 是100元以上的油井 全部成為輸家 那現在的局勢看樣子 就是俄羅斯和沙地阿拉伯 兩個最大的產油國 都不願意減產 因為它兩個產油國不願意減產 加上這一輪說的環保 再生能源之類 石油需求量又下降了 加上中國的經濟活動 所以能源量又下降了 所以整個因素 一方面 供應方面 那些新的油井 和美國的cracking 開始增油 供應量多了 而需求量 雖然現在世界的人口上升了 但那個石油追不到那個人口 即是說 我們人類開始 比較上用的 燃料量得更加有效率 所以耗油量 開始慢慢下降 這是其實好事來的 但這樣就形成了 油價摩亞再上升了 看樣子 一路要迫到 新油井最終都要轉手 或者停產 之後才會見到油價會稍為上升 現在應該維持五十幾元 我想應該就不會再跌吧 但是沒有人擔保 這件事 加上一向就在冬天 不知為何 冬天 可能他們的暖氣 多數不是用石油提供 所以石油量 就用少 通常都是 因此 在北半球的冬天 油價是傳統上會便宜的 所以 現在兩個因素合起來 油價會再便宜 所以我們要看 下一次會貴 就要看北半球 春天的時候 所以還有兩三個月時間 價值會保持低價 最大的影響 當然可以想想 美國自己本身 那個 岩油的企業 剛剛新開肖母企業 就可能觸手 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他們過不過多這關 我們不知道 當然 他們可能有些技術 可以使他們將 產油價 推低 如果是的話 這個技術會更加 早些出爐 不然你根本就看著 至於俄羅斯 他現在和中國 簽了兩條大的器官 一條行東 一條行西 兩條器官入中國 成為最大 把俄羅斯和中國 一個最大的能源國家 加上一個最多人口 最有潛力的中國 在一起 那個國際形勢 所以 就不像美國人想像的 那麼好 本來想著 中國還中國 俄羅斯還俄羅斯 你打低俄羅斯 再打中國 現在不是 更加把俄羅斯和中國 逼得更加站在一起 在中國的立場來說 如果俄羅斯倒下 天氣 那些 簽入白組 所以 中國 會保住俄羅斯 我覺得 不可以 代替中國領導人 這樣想 所以俄羅斯 想得比較難 另外 俄羅斯 曾經是一個 武器強國 亦是一個能源強國 他的技術 除了 純粹出天氣 他的核電也很好 所以 他跟印度 簽了新的核電供應合作 來嘗試解決 印度的能源問題 另一方面 對應到 中國 正在搞的核電計劃 中國正在搞核電計劃 就是搞 Florium 俄羅斯輸出 就會繼續用 Uranium 當Florium一出 的話 Uranium 技術 就會 沒什麼用 因為Florium 安全 另一方面便便宜很多 所以 這樣使得中國 更加要努力 發發脆脆 搞定 Florium 而我覺得 如果要搞核電計劃 中國不需要 搞大型的 Florium 反而搞小的 Florium 更好 中國的計劃 由小的反應堆 開始做起 由一個 Megawatt 開始 然後慢慢 我覺得 可以集中 精神做小的 Florium 天使得最高 我要去講 第一 小的 Florium 可以做很多 再重新 重新 重新 而 Florium 基本上 比Uranium 所以安全方面的控制,可以減低 故此,做一些小型系統,而多做幾個 就可能在經濟效益上好過做大型的做一個 第一,因為安全,所以不用花太多時間 因為安全就不用擺放在最第一位,因此不需要向大型集中的安全 第二,當你將能源放近用戶時,在輸送方面的損失會減少 所以這亦可以提高效率 第三,你將一個小能源重複多幾次,做得更有效 經濟效益很明顯是比起一個大的,不夠經驗 就更加好 尤其是我們面對中國現在的環境特別 中國除了是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區都是山區 所以要搞大型運營,麻煩很多 你弄小一點,最好一個貨櫃搞得怎樣就最好 如果一個貨櫃更加好,就是可以放在火車上 拖到高鐵所能夠到的地方 所以市場會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反而這東西會推出中國 向小一點的核能那邊走 變成一個大型勢 就是中國大城市所需要的能源,就會由天然氣來 天然氣當然是比起燒石油、燒煤乾淨很多 所以這對環境有好處 但仍然是燒一個排碳 所以中國一樣,除了搞乾淨空氣 你還要繼續把碳拿下來 這個問題要解決 要解決的話,當然是用再生能源 最好是用再生能源 再不行的,加上核電上去 所以這兩部分,用來補充中國 繼續經濟發展時所需要的能源 最好是用這兩個方法來補充 而就是用再生能源 和核能作為主要的能源 然後用天然氣作為燒煤 做一些大功率的用途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所以這次的整個搞法 其實每樣都是一樣的 除非你殺了一個人 否則你對一個人有什麼制裁 他肯定會想到方法 你會跳出這個局 所以現在 如果我們用那個陰謀 制裁俄羅斯 反而現在給俄羅斯有機會 雖然未來幾年會難過些 但起碼給俄羅斯的機會 更加逼他走多些 用他自己的高科技的產業去賺錢 就不要只靠賣能源 其實這件事,普京一早已經知道了 只是要找一個動力來源 現在這個動力就是被人制裁 趕了過來這邊便最好 一邊可以找到一個大客 而大書家可能結果反而是沙地 如果沙地阿拉伯能夠逼到 其他新的油井 強硬要便宜給他買了 當然對他好笑 如果不是的話 他可能會逼到俄羅斯 才會給這麼大量天然氣 給中國 中國可能 沙地阿拉伯能夠買的 食油量可能減少 所以可能變成大書家 這個世事的事情很難說 所以要看久才知道 所以暫時我看 現在看到價錢穩定了 我覺得 所以我可以先給一個 暫時的評論 看看大家同不同意我看法 可以告訴我 拜拜